現在是16比0 女黑豹要上場了 在這個時候一出局 要換上的是18號的張子文 其實在賽前 梁群總教練就跟我說 張子文今天是一定會上的 一定會上 絕對會上 好 那這樣 楊柏晨要下場 楊柏晨是原先的三壘手 好 所以梁睿智回到三壘 梁睿智回三壘 他還跟和平自由握個手 比賽中握手 其實沒有啦 以球會有啦 以球會有啦 也是賺到啦 不錯 這一個 場邊搶起了如雷掌聲 後面上看到的是 言平高中 這個時候換上的投手張子文 高二的張子文 不要相信這個身高體重啦 不可能三十公斤啦 不可能啦 大概只有年齡是正確的 對 這個體重是女生秘密 我們就不透露了 對 那張子文 他從小是跟著阿嬤 在看棒球 阿嬤很喜歡看棒球 那當然他的 這個作為孫女 就很 其實就有一個夢想 就是說 也許有一天我可以在黑豹棋 投給阿嬤看 對 但是如今美夢成真了 對 趁著剛練球的期間 看一下這個投球的 感覺喔 蠻有架式的喔 然後在開賽前我們就有提到說 這一次黑豹棋喔 哎呦 哇 一開始先用觸生球 第一球丟到了徐子謙的手上 第一球丟到了徐子謙的手上 招呼一下對手 哈哈 這是一個 四萬 四死球 來看一下 第一個球 當然 比較緊張啦 直接打到了 這是第五棒徐子謙的背上 我想徐子謙應該也是他 人生第一次 對 人生第一次 能夠對到女生的球員 當然也是在我們黑豹棋才有這種場合 哇 這球打到了中外野有沒有辦法 通到了中外野的方向 看這個球還在飛 歐馬拉 歐馬拉 歐馬拉現在是蠻累喔 累上的跑者一定是 拔腿狂奔 來來來 這個時候要衝本類 哇 那這樣的話 那就是再見了 沒有啦 還是要完成 還是要完成三局 還是要完成三局 但是確實古堡這邊是打標了 對 打標了 打得我也有點花了 想說 20分 這也是我人生 目前為止 第一次看到我單局 20分 當然 再來 對當然 剛講這句話 不是在考慎 意思就是說當然 由此可知 你就知道 古堡家商跟嚴平高中 就是這個科班跟非科班的差距到底在哪裡 那當然也是跟 張子文學妹含話一下 深呼吸 深呼吸 對 平常訓練的內容拿出來就好了 沒有那麼嚴重 嗯 當然 在 樂天棒球場 這麼專業的球場 對上這麼強的 古堡家商這麼強的一個對 對手 這麼多嚴平的加油團幫你加油 緊張是正常的 看看這個現場的大螢幕 這個 這個叫間諜加加9是不是 其實我不是很清楚 這個我們聊天室 五千多位我們透過Be Heroes YouTube頻道的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稍微說一下 因為 有啦 這個我有在看 小朋友應該也喜歡 這個 這個在串流平台上面非常紅 那也很多人 枯手 第一個球 好球進壘喔 不錯喔 沒關係好好的 看到這個古堡家商的打者 都 面露微笑 嗯 出球把球 好球啦 好球啦 球佑德 哇 這個時候換代打了 古堡家商換上 球佑德 175公分 體重73公斤 來啦 三陣來啦 右頭左打 兩好球沒有壞球喔 不錯啦 三陣出局帥夠啦 沒有出棒 遭到了投手 女黑豹 張子維的三陣 形成了這個半局 第二個出局數 虛偉已久的 第二個出局數喔 哇 為什麼同隊隊友 這麼大的 古堡家商休息室的 隊友都在為張子維加油 兩出局 就覺得 打第一個球 這有沒有辦法成為今天 嚴平 就定位 有嗎 有嗎 接到了嗎 有嗎 有嗎 有啦 接到了喔 那這個半局正式結束了 對 這就是這個半局的第三個出局數 總算就遇上廁所了喔 好 還是要講一下 張子維在這個半局 抓到了兩個出局數 古堡家商在二局下半 攻下了二十分 目前二十比零領先了嚴平中學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